踢点了 出事了 被两个人夹了 来不及啊 单摸过来之后 自己的队友还有一定的距离 跳点是钢场 然后再加这个陨石坑嘛 然后整体他往南部去提了一些速度 Master 探点探的直接没了 确实你开镜你也看不到他 你如果搜的品 品的很有滋有味儿啊 来了 要一波急火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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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秒还沉醉于舔空头的这个 舒服当中 后续两枪 帮往下的枪给点信息 枪线上面来说的话呢 拍摄会更加的立体一些 小叮当的一个出枪 豆子直接被放倒 这个位置的话 看看马云龙能不能用雷补掉 炸成一半血 马哥在直架 对手封烟了 啊 没了 豆子没了 秋筒被打爆 拉上闪光弹 燃烧瓶倒是可以封一个枪位 不过意义不是很大 哎 长龙倒了 现在三打三 哎 房顶找了一波机会 被尝试了 踩火 踩火了 想要下去 高点AZ没打过 被二六突破了 啊 燃烧瓶确实在这个烟雾当中啊 太难发现了 而且 呃 自动得很好啊 这波正面三打二的一个突击 效果不太好 嗯 二六没有掩体的马哥在屁可打掉 但是后面有捕枪 想给他给我报仇 过来摸白龙马 可是打人的并不是白龙马呀 啊 啊 他溜了 Flying 吓一跳 要停车吗 没有 直接走了 这是最气的 嗯 连个一打一的机会都没有 对手就走了 溜了啊 577 和 HQ 的马哥在转 是的 他这边 KRZ 竞选的呃 这个强度相较于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天路和降路gaming就要轻松很多了 嗯 哦 这个点要压吗 嗯 抱了一颗近点闪 轻一下 小羊鸭 木子里倒地了 这个位置到了近点是可以丢雷的 能补人的 远点一直有龙宗泉的 看看这几颗雷的一个效果啊 炸倒 再来一颗 倒脸 现在王骚跟林强一高一低 哇 把人补掉了 这个低点防很自闭的 是的 牛海皮拉出来劝架了 牛海皮在这种圈面他的擅长手段啊 保证自己在今年没有什么压力 直接拉出去之后找一波K头的机会 王骚操还想继续操作 结果明明 一把AWM 直接把他放倒 龙仔过来一个补枪 结束了战斗 能把远程扶一下 就永远没了 永远被捕 我牛海皮也倒人了 那现在需要冷静一点 后面的DSS也要过来劝架 而天鹿找了一波就看到牛海皮倒人反撞大仓 牛海皮全员在北边 是的 主要是这个阶段的四圈式 直接来了一手北切 是的 哇 天鹿这波真的是飞机上点灯炮高明 这架 南边的架也劝不了 天鹿外围还放了两个人 牛海皮现在被锁在房内了 整个右上角的队伍都想空那个 一会前面那个反坡坑啊 丛丛打了一个交洋进点 再换一个 牛海皮现在威 明明一个人顶进点 玉跟萨萨两个人打同步 但是侧面有个男男的出枪 玉倒地 今天一打一 直接顶进来把男男打掉 匆匆的一位一获胜了 萨萨这边呢 萨萨也打赢了 天鹿打得下来还能把交洋扶起来 今天天鹿的这个抓机夸张 是 一看牛海皮 右上角信息倒人了 然后北边再打架直接来劝 这个雷顺爆 FTY直接没了 进了坑 一丁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连对手是谁 前面在右上角那边打架的 队伍打得有点多 有这个空间感觉去这么操作 对的 但是现在天鹿不在山区内 嗯 不过这一波收分手的确实不错 天鹿南边开始标准空图了 悟空该往哪里顶呢 现在小鹿给面想要把这个坑里面的花神和小灰都打掉 特别直接拉上来没机会操作 毕竟对手有两人 是 胆子确实很帅了 已经很帅了 垂七一来了 那坑里边的两个老哥直接没了 H7的防区现在只剩下两个人 而另外一次在左下角 因为前面有讲过 就是悟空和HQ一定会有一波遭遇战的 嗯 这三支队伍早晚都要打 天鹿一看HQ倒了个人 有想法吗 当务之急还是想着 如何把自己左侧的HQ给他打掉 因为HQ的这个行进方向 差不多也是往那个方向去走 HQ还有可能贴WCG的反扑 后面要看圈形的一个走向 对的 去了 中心点的坑一直没露过人的 DSS判断中心点坑没人 直接来 只掉了一个26可以接受 26不被补的话 就是这波血转 稳得住 双方在前面的一波战斗的话呢 是用了很多这种伤害性的投掷物的 尾神想要来一个出奇不移 还是被发现了 那个位置 下这个大坑确实一点掩体都没有啊 天鹿要去进攻了 近点GFI暂时有位置能呆 GFI可能需要等一下 等一个契机 比如说对对枪 这枪啊 pick两下啊 打残了都是效果 又是这个角度的雷 哎呀这七星往后跑 这个雷带跟踪的 这是超级会员 是的 两架两冲 知道你有倒地的一个情况 这都是残血啊 原点的天路枪线也是一直在干扰 嗯再往回退了 远点一直在修的 被给了一枪头 血量不高了 赶紧回来先找个掩体 小团被炸倒 天马林树没有办法给队友架枪啊 是那个位置架不了枪啊 对的一架就被远点抽 近年只能靠翠西自己顶 近年的一波三打一啊 打了一个小翠 被跟枪跟掉 屁股后面还有一个灵树 实际也是知道的 这个距离直接用步枪打 又是一枪头 不然现在这种时候真能玩 一人看家三人出去玩嘛 因为跟HQ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就WCG他们也是渴望去拿到一击 对的 HQ一定是跟着这个白拳 VN已经封好了 能贴到前面的反坡就能继续活 不好走 但能过去吗 不好走 固执一队的枪线啊 是啊 那还是贴过来了 那贴过来 GFI的一个高打滴的优势 在家侧面的17 林树已经被发现了 打掉 小鬼一直在钉屁股 这左右两边 局势17收高淘汰分的一局 哦 来圈了 这个信息一跳出来 GFI要不要出来呢 被侧面打了一个 GFI现在倒人了 底部走不通的 近年 加上了半血 拉上来直接一个补枪 再拉枪没问题 贴 苏九连拿2分 已经10个淘汰了 而且苏九个人已经4个淘汰了 全打完了呀 是啊 他这个位置太无敌了呀 而且前面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三个在右上角的队伍 他们的伤害性投授部都认完了 像这种地形了 两个壮汉的脚步已经摸到近点了 相信无敌点 只要稍微往下面回撤一下 自己的队友就可以在远点稍微给点枪线上面的压力 大反坡 WCG不敢下的 这个位置就稳住 嗯 北边打坐一团 各种人头互换 近年就一个反坡 HQ没有道具吗 直接前压 真是 G4身上有雷的呀 这种位置 两颗雷 GFI一点都不能玩的 完了 DSS来了 真不愧是沙漠图场军13分的队伍 这个理解真的拉满 4打3了 5弟弟正面1敌2 哇 结束 结束 没问题 相信5弟弟 这个反坡真的 因为远点压力的问题 WCG他也不太敢冒然的怎么样 对 血都没掉 对 对 剩下3个兄弟去1567了 找到了 啊